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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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接庫點評的環節 電話旁邊接通了有 士富資產董事總經理 姚浩然 Patrick,早安 早安,李宗盛 早安,你好 早安,雖然說周末期間 今天都擔心兩國領導人 如果談不妥的話 對於接下來的港股 甚至美股的表現都有影響 應該採取一個官網的態度 不過個別就是一些板塊 甚至乎個股 其實今天的表現相當突出 都沒有什麼理到外圍這些因素 是啊,那我就覺得 可以留意一些5G的概念 因為始終5G的概念是一個大方向 變成有這些概念的時候 變成它受整體的市況氣氛的影響性 相對會比較上低一點 因為市場都正如理想說 其實來到這些位置 有可能因為明天是個期子結算 今天來說也是個期貨的轉倉高峰期 所以變成有時市況 你見都是用幾隻重波股去夾高的時候 有可能是有些轉倉活動所影響 所以如果你駁指數股 其實反而沒有什麼特別太大價錢的時候 所以轉而來說 我就覺得留意一些概念的 例如5G概念的股份 這個板塊其實幾隻股份 今天的股價都做好 不過最突出的那隻 就是你想和我們分析一下的 中國通訊服務 現在升幅都差不多有4% 它有什麼優勢 其實優勢方面 你有個概念 還有你看看它的業績 中期盈利增長大概8.6% 接近16億人民幣 如果你以這個標準來看 全面來說 大概都應該是有1成多的盈利增長 在一個盈利方面來看 而在一個估值方面 預計成的大概是13倍左右 一成多的盈利增長來看 在一個盈利方面來看 都是合乎那個估值的 而息率方面 就不算太多 但是要這樣想 就說 它相對上盈利個案 都穩定了 20多倍的估值來計 有一個5G概念 所以我覺得 值得可以在5G這個板塊來看 是留意這隻股份 不過我看到股價其實已經升了上來 今天都要求近7元的水平 現在去追的話 應該是看著什麼價位去做 我想不要高追 就是落到6.5元的位置 在保力加通道的中軸才買 上網方面 其實都是提到7元1 7元2的位置 如果真的要放止蝕 我覺得穿6元可以走 所以一定不要在這些位置買 不然買不到就有它 就等它下來才考慮 或者唯有找過其他一些尋寶股 看到今天這個股價真的升得非常多 升至4% Patrick 自己本身有沒有拿著剛才說過的股份 沒有拿著的 謝謝你今次的分析 提提大家 剛才嘉賓所說的 只是一個個人意見 並不構成任何的投資建議或者推介 做所有相關投資 都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風險 還有什麼 好 謝謝